说到珍珠奶茶,很多人会想到台湾 而说到火锅,很多人就会想到四川 那么当珍珠奶茶与火锅相遇 这其中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在杯壁涂抹辣椒油,浇上红糖熬煮的珍珠 铺一层四川冰粉,放进石榴与鲜奶混合的冰沙 最后倒入奶茶 来自台湾新北市的李文成用一杯火锅珍奶给出他的答案 10月10号,记者来到四川成都花照碧街的一家奶茶店 见到了奶茶店主李文成 反戴鸭舌帽,穿着牛仔裤的李文成 丝毫不像是一位已经52岁的大叔 奶茶店柜台上摆放的盖碗茶 墙壁上随处可见的四川方言标语 从外观上看也丝毫不像是一个台湾人开的奶茶店 李文成告诉记者 1999年他第一次来到大陆 当时是在广东东莞办厂 也是在那里他和奶茶和四川结下不解之缘 我来大陆已经20年了 然后我是在10年前 认识了老婆 那时候2007年的时候 老婆是在奶茶店工作的 其实老婆比我还更厉害 那时候我就想 一个四川妹子能做到这么好喝的奶茶 然后我喝起来就那种恋爱的感觉 然后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追她 然后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 然后我就天天去买她一杯奶茶 天天去看她 李文成的妻子是四川宜宾人 两个异乡人在陌生的城市相遇 一杯奶茶连接起一段两岸爱情故事 但是未来应该去往何处 却成为当时摆在这对恋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回忆起当时的艰难抉择 李文成在采访时哽咽了起来 老婆说那你我到时候要回四川啊 你怎么办 我说我可以工厂不开啊 那你会什么 我说那我开奶茶店嘛 我开奶茶店养你嘛 老婆跟我嫁给我李江佩琴 看到老婆跟我流浪在外 在台湾然后在东莞 每次想嫁的时候 过了电话都对墙壁说十川话 我就想 只要往后你余生你开心 我到哪里都是一样 所以我就毅然决定了回到成都来 然后我们就开了这家奶茶店 然后原来我当初跟她的死先的承诺 2018年李文成带着妻子 来到成都开了这家奶茶店 为了尽快地融入成都 做出心中带着人情味的奶茶 李文成每周一都会在成都的大街小巷穿梭 感受这里的饮食文化和风土人情 因为我觉得当一个地方的小吃 最能去感受到风土人文民情的 而且最能去感受到说 这个地方它的一些朴俗 因为它不是快销店的快 它表现的就是这种街头巷弄 邻里间之间的这种人情味 除了火锅真奶 李文成的奶茶店还推出了熊猫奶茶 串串奶茶 花兆臂奶茶 等带有四川特色的奶茶 我摊开整个地图 我就发现最美的地名就是花兆臂 我心里想我要从这个地方起家 所以我就寻找了四川的一些元素 我要做一杯成都带不走的奶茶 我觉得当如果你去热爱这块城市的时候 你去做这块城市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你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才能接地气的 而且是有文化底蕴的 对于在大陆生活工作了20年的李文成来说 除了见证两岸交流的日益频繁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回家的路越来越近 每次要回一个老家翻山越岭的 很辛苦的 那回想到现在到现在太方便了 包括我们现在都可以在网络上面买票 然后可以就取票 我觉得这个是铺天盖地的进步 我在这边也告诉大家 哪边我都不去了 我就在成都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